房地产可是牵重了经济的支柱性行业 今天的一组房市数据出现了大意外 超出了所有的预测 我们等会儿就来分析这部分的影响 学生贷款的还款时间正式定了 这对于未来的消费者和经济会承受什么样的影响呢 私募基金是下一个大雷 有3万亿的浮动贷款直面利率风险 今天彭博的篇文章分析了高利率环境下私募基金的处境 特斯拉今天大涨了5% 又有公司打算加入充电网络了 阿里巴巴突然换帅 这对这家大集团意味着什么呢 最后比特币也大涨了 两个重磅的消息似乎大幅削减了风险 那么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今天市场小幅下挫 三代股州全线收跌 其中道雄斯指数跌了0.72% 标普500跌了0.47% 板块方面 今天受特斯拉的影响 非必需凭板块涨了0.75% 其余板块下跌 能源板块跌超2% 上来我们先来看一下房市 房地产作为利率敏感型行业 不仅体量极大 而且还牵重了建筑制造 两个关键的周期性行业 所以它的变化 对于我们把握经济 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而在房地产中 最具有领先意义的指标 应该就是新建房屋和建筑许可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两份数据告诉我们 现在的房市和经济处在一个什么状态 数据显示 5月美国的新建房屋来到了年化的163.1万套 比4月份高出了21.7% 也比去年5月份高出了5.7%左右 这个惊人的数据不仅是一年以来的最快增幅 也超过了所有的预测 根据彭博 市场的预期大约是在140万左右 其中单户住宅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house 环比上涨了18.5% 为11个月以来的最大涨幅 但同比依然还是负值 为负的6.6% 反映5月的单户住宅反弹强劲 但还没有恢复到以前的水平 5套及以上的多户住宅 则环比上涨了28.1% 同比上涨了39.6% 反映公寓楼的建造还是很强劲 从地区上来看 中部和南部的新建房屋增速最快 而东北部的多户住宅和西部的单户住宅 则拖累了这两个地方的表现 建造一旦开工 对材料、家电等需求也会上来 这应该有助于支撑这些相关企业的业绩 也是支撑经济好转的一个数据点 更为重要的数据就是建筑许可了 这反映了未来建房的意愿 能够帮我们判断 当前5月份的新建房屋的反弹是否还能持续 数据显示 5月房屋建筑许可来到了年化的149.1万套 比4月高了5.2% 也高于市场的预期 不过同比涨幅依然是负的12.7% 也就是说整体房市还是不如去年的水平 其中恢复比较明显的是5套以上的多户住宅 比如公寓楼环比上涨到7.8% 还有单户住宅环比上涨到4.8% 从地区上来看 西部的单户住宅反弹强劲 环比上涨到14.5% 东北部的多户住宅涨了27.1% 但所有地区的同比涨幅都为负值 代表没有任何地区恢复到了去年5月份的水平 还住在相对低迷的状态 在这份报告之前 亚特兰大联储分行的GDP预计 二季度的住宅投资会拖累GDP0.1个百分点 但目前似乎数据上的表现还是较为强劲 ADP的首席经济学家就指出 高利率环境下没有什么人愿意换房子 因为一旦换了 那就必须得承受更高的利率 所以供给减少 而本来美国的房屋就有结构性短缺的问题 所以供给端支撑了价格 从需求端也有好消息 目前美国组建家庭的速度很快 已经高于疫情以前 这些刚需的人需要有地方住 所以这不仅支撑了当前的房价 也让开发商愿意去建新的 满足这部分的需求 从我们自己的数据也能看出 所以我认为 大家都想着下半年的房市会下行 拖低通胀 这在我看来可能性不大 更有可能起稳在一个高位 不管是房价还是房租 也就是说 房市不会是一个让通胀放缓的因素 RG认为 这份数据仅是一个数据点 还无法下结论说 这样的上涨势头会持续 但从最近开发商的情绪调查来看 他们这几个月一直持续乐观 这就代表他们看到了业务在复苏 是支持当前经济好转的一个重要信号 另一方面 坚挺的房市也对通胀不利 可能会让美联储继续加息 或者保持高利率 给经济发展一定的压力 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 我认为我们需要拉远来看 短期内 市场已经告诉我们 它不在乎利率 更在乎经济 所以这样的房屋数据 大概率还是会继续支撑股市上涨 但同时 由于现在的市场热情高涨 对于经济的预期也在不断上涨 这反而是我们投资者 更应该保持警惕的时候 美联储的目的就是要放缓经济 高利率影响还存在 消费者未来还有学生贷款等冲击 这些都会让企业的业绩成压 如果达不到现在的高预期 那么估值也会需要调整 这也是我认为 未来最大的风险点之一 说到学生贷款 今天 美国教育部的声明 就正式确认了 学生贷款的还款时间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根据教育部官网的声明 国会最近通过了新法 阻止政府继续对学生贷款进行延期 于是 学生贷款的利息将会于9月1号开始计算 还款时间于10月开始 届时也会有进一步的通知 CNBC表示 教育部所谓的新法 就是最近通过的债务上限法案 但即便没有这个法案 政府也已经着手在恢复了 教育部的秘书长 就在一次参议院的听证当中表示 非常时期已经过去了 我们正在重启还款 美国大约有4000万人有学生贷款 平均的还款额是每个月350美元 这对他们来说将会是一个重大的改变 虽然还款时间敲定 但还款额可能还有一定的变数 官网上说 法院已经否决了政府的学生贷款豁免项目 政府决定上诉法院的决定 现在不接受新的申请 已经申请了的人 资料会被政府保留 等到有进一步更新再处理 现在这个上诉已经来到最高法院 而预计这个月就会有最终的决定 豁免与否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 意义是重大的 根据这个豁免项目 很多借款人能够最高豁免掉 2万美元的债务 有一些分析指出 如果最终通过 约有1400万人 可能因此再也没有了债务 让他们的生活都变得更轻松 对于经济有一定的帮助 不少机构就分析了这部分 对于通胀和经济的影响 根据高盛的最新模型 如果法院最终同意豁免项目的合法性 那么所有的贷款人 将会总共减少大约4000亿美元的债务 换算成全美个人收入的话 就等于有0.1%的个人收入免于还款 可以被用来消费 如果法院不同意 那么个人收入将会因此拥有0.3%的占比 用于学生贷款的还款 总体而言 高盛认为不论通过与否影响不是很大 9月份会给经济最大的冲击 因为借款人需要调整消费 来给学生贷款腾出钱 但之后的影响就会被逐渐消化 投行Jeffries的首席经济学家 则没有高盛那么乐观 他表示 我长时间都认为 美国下半年就会进入衰退 学生贷款只会加剧 现在经济已经存在的问题 我很担心 因为消费者基本上已经耗光了 疫情期间的超额储蓄 现在再来一个新账单 肯定会非常糟糕 不少其他的机构 也更加支持Jeffries的观点 一份在3-4月份做的消费者信用调查反映 有21%的美国人没有存款 有43%的人认为自己的财务状况不够安全 2月份的一份类似调查也显示 53%的美国人认为 他们当前的财务还算稳定 就是因为不需要还款 不过 这些调查的样本量只有上千人 所以结论的可信度需要答应的折扣 阿吉认为 现阶段还无法判断学生贷款的具体影响 各路机构的分歧也很大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这对于当前的消费者一定是个压力 大概率会提升各种贷款的拖欠率 违约率 造成一定规模的坏涨 这对于个人银行业务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 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少了 最直接影响的行业就是零售 当前不少零售公司的高管 就已经表示消费者非常谨慎 所以这部分对于零售行业的影响值得关注 接下来我们来看私募基金的情况 很多私募基金都是通过大量举债来收购目标公司 在收购之后通常会进行整改 最后再卖给其他的大公司来赚取回报 这里的关键就是大量举债 在高利率的环境下 现在这些私募公司到底怎么样了 又会对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私募公司Platinum在2017年 收购了一家名为Aventive Technology的公司 我们就简称为AT AT是一家给美国监狱提供通讯电话服务的企业 在这几年盈利很困难 不仅如此 公司还需要给自己的两笔贷款进行再融资 总价值大约为13亿美元 而这两笔贷款的利率 已经分别来到了10%和13% 比2021年至少高了3% 根据彭博最新拿到的财务数据 这就导致AT的利息开支涨了20%以上 来到了1.14亿美元 占到了公司EBITDA的一半 这里给不熟悉的观众稍微解释一下 EBITDA是折旧利息和税务之前的利润 一般认为 一个健康的企业利息开支 应该只占到EBITDA的10%左右 但每个行业 每个公司都不同 即便没有什么参考 永长师也知道 用一半的利润支付利息 显然不是一个非常安稳的财务状况 而AT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在北美 这些由私募基金投资的公司 去年利息的中位数 飙涨到了EBITDA的43% 也就是说 有很多公司比这个还要多 而且还没算上今年加息的50个基点 43%的占比 也比标普500公司 利息开支的占比高了6倍左右 这是公司的借款情况 如果看私募基金的借款情况 也不容乐观 美国的杠杆贷款 也就是私募基金主要的举债工具 这个月的平均利率来到10% 而2021年的年底 则为3.9% 翻了将近三倍 对于这些机构 他们通常有专业的风险管理团队 会对利率风险进行对冲 但经过这么多年的低利率之后 谁也没想到美联储会加得这么快 加得这么高 所以很多的私募基金 基本上什么保护也没做 欧洲也一样 Colorlight Group的欧洲资本市场主管就表示 没有多少人担心利率的问题 现在都被搞得很惨 据估计 有大约3万亿的浮动贷款 暴露在利率风险之下 一位在欧洲的风控主管就指出 在2020年 想要给5亿欧元的贷款做保护 将利率固定在3% 为期三年 只需要花费5万欧 现在 你再想固定三年 起码要花1000万欧 KBRA 一家专注于中心企业 和私人贷款的信用评级机构就预计 未来违约率会很高 这些中型公司所产生的现金流 根本没有办法跟上不断上涨的利息 机构的总裁和分析团队 就调查了美国大约2000家中型没上市的企业 按照当前利率环境 很多公司整体利率水平会去到12%以上 这就代表起码300家 或者15%的企业无法偿还利息 必须债权人重新协商 或者找背后的私募公司帮忙 对于Envision Healthcare已经为时已晚 这家拥有2.1万人的医疗人力派遣公司 于上个月宣布破产 在去年 公司就紧急融了10亿美元 主要是因为疫情期间 很多可以被保险报销的项目开始逐渐收紧 导致公司的业务量急剧下滑 医疗人员的薪资也出现大涨 压缩了公司的利润空间 破产的时候 公司的声明也把锅甩掉这两个方面 但之后彭博采访了公司背后的私募机构KKR 却发现了一个生命中没有提及的重大因素 Envision有利率对峰保护 但在2021年就到期了 在到期之后 公司再也无法找到任何机构 愿意去承担利率风险 就算有 成本也高到公司无法接受 阿迪认为 随着市场的上扬 很多投资者也渐渐觉得高利率的影响不大了 而上面的这个现象告诉我们 也许并不是不大 而这是时候未到 利率对冲保护 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一点 但这个工具 也就能够解释一部分 为什么美联储已经把利率加到这么高 但违约率还处在低位的原因 接下来需要看的就是时间 美联储的高利率维持得越久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保护到期 让更多的企业暴露在高利率之下 造成违约和破产的问题 这无疑对经济不利 值得我们投资者关注 当然 我这么说 只是在说未来的风险有所增加 并不代表我认为一定会下跌 根据历史规律 当大盘开年表现这么好的情况下 下半年也会继续涨 称起最近走势的大科技 盈利能力依然很强 而且 他们对融资成本的变化 敏感度比较小 或许还能够继续支撑市场 最后 我们来看几个购物方面的短消息 特斯拉今天大涨了5% 主要是因为又有其他公司 加入了它的充电网络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电动车新贵Rivian 今天宣布会采用特斯拉的充电标准 这是继福特和通用之后 又一个车企 Rivian的协议和两家大车企一样 也是在明年年初 可以在特斯拉1.2万个超级充电桩充电 只不过要有转换插头 到了2025年 Rivian才会开始生产 拥有特斯拉充电口的车 与此同时 现代也被爆出消息说 他们也在考虑加入特斯拉的充电网络 公司主席表示 还需要看消费者的意愿再做定夺 Web Bush的分析师就表示 终局已定 特斯拉的充电标准地位已经势不可挡了 RG认为 这对特斯拉锁定充电标准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否值得投资者这么乐观 有待商榷 今天特斯拉又增加了440亿的市值 可是 支撑这个市值的却只是Rivian 一家今年计划生产5万辆车的公司 而且还只是充电利润 即便考虑现代 在5月的美国电动车销量也只有3400台 年化的话大约是4万 全都加进去似乎也有些过于乐观 表明市场的情绪面还是很高涨的 阿里巴巴突然换帅 今天阿里巴巴的董事会主席兼CEO张勇 通过全员信宣布将于9月10号卸任 集团副主席蔡崇信将接任董事会主席 吴永明将出任CEO 同时继续兼任陶天集团的董事长 陶天集团拥有淘宝和天猫 两个阿里的电商支柱平台 有意思的是 蔡崇信和吴永明都来自风口圈子 当年蔡崇信就抛弃百万年薪 加入马云的创业团队 而吴永明则是远景资本的创始合伙人 专注硬科技 比如工业智能、医疗科技等 管理着超过100亿人民币的资金 有一些分析称 这个改变也更符合阿里巴巴控股集团这一定位 专注于投资管理 而张勇在全员信也写到 将专职阿里云智能集团的董事长兼CEO 代表了他自己的新选择 面对不断激烈的竞争环境 阿里之前就做出了一拆六的重大变革 张勇表示 需要让每个业务独立去面对市场 面对竞争 这样才能让公司变得敏捷 更好地应对市场的变化 这次换帅的举动 更像是进一步巩固之前的分拆决定 希望以此增加阿里的活力 比特币今天也大涨了5% 据悉 币安和美国证监会达成了协议 协议要求 币安把海外平台的美国用户资产 全部搬回美国 币安美国的声明表示 虽然官司影响了公司的声誉 但是这个结果 会允许公司继续在美国运营 也大幅降低了币安的监管风险 另一边 由嘉信理财 Fidelity等大机构背书的交易所 EDX开门交易了 今天公司宣布平台用户可以交易4种加密货币 分别是比特币 以太坊 Litecoin和Bitcoin Cash 这几个都被证监会认为不算证券 越来越多的机构参与 显然对币券来说是一个利好 本周值得关注的宏观事件有 周三早上10点 鲍威尔众议院听证 周四早上8点半 处领失业金人数 10点乘务销售数据 鲍威尔参议院听证 美国领先经济指标 周五早上8点半 SMP公布的制造业服务业 PMI初步数据 以上就今天全部内容了 如果各位觉得我做得不错 别忘了抵抗再再走 迟迟出不易 爱去传门的支持 谢谢各位